新闻一开始带你关心最新消息 就在今天清晨6点20分 新北市土城广福街一间三合院前空地 不明原因起火燃烧 一共有四辆机车跟一辆汽车受到波及 机车全被烧成废铁 而车子则是部分被烧毁 而屋主当时住在其他地方 接获通报赶到了现场 才得知家门前发生了火灾 索性没有人员伤亡 详细的起火原因还有待调查里情